下一位的講者是蕭錦登博士 然後他現在是台中數位治理局的局長 也是台中的資訊長 然後那個G0V第0次的黑客宗場地 就是蕭博士幫忙找到的 然後他這次要分享的主題是台中數位文化中心 他也是之前蕭錦登的營運長 好 那我們歡迎蕭博士 各位好 第0次的時候我是主人 但是今天在這裡我還是辦個主場 因為我太太還在化學所 至於我怎麼去台中市 這是一個比較長的故事有空 大家待會可以再跟我聊聊 基本上台中市政府目前的一個狀態就是 全球或是整個台灣各個城市都在談 這個智慧城市 那所以台中自然有一個 是智慧城市推動委員會 那整個智慧城市推動委員會裡面 一個常態的operator是資訊長 那我現在認這個位置 那數位治理局大概是在 下個月這個月的那個議會通過知識條例之後 順利的話就是八九月會成立的 那整個在我過去的經驗以及說 現在在政府裡面希望幫台中做一些 比較前瞻的東西 那我把今天題目 所有的話待會會有一列的講 那我主要談的是說 希望把台中市變成一個 這個城市可以讓一些界面 跟所有的這個要用它的人 或是要跟它發聲觀念的人 都可以合作 那就今年來講 已經確認的計畫有 文化局有一個數位文化中心的計畫 那這政府台中市的資料已經放下去了 所以到時候會是用D-CAN去開發的一個平台 那早上城下有提到那個 台中市開放數位文化的資料的授權套款 也是對這計畫在一起的 那今年還會 資訊中心還會有一個 要更新原來的那個開放資料平台 那我還沒進去之前 那個規格 也就是廠商開好了 然後進去之後把它擋掉 把它改成 這是要CAN開發 但是我不曉得是哪個廠商會進來比較好 所以基本上 在這兩個計畫上面的那個 開發完之後 如果政府投入這些錢出來的一些資料 都已經是可以的 比較方便讓更多人運用 那再來 智慧程式推動會裡面 題目當然很多 智慧交通 智慧醫療 那有些事情 業務因為真的就是在各局處 交通人在交通部 然後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產業在進發局 那我覺得我可以著力的地方 就是從智慧事情著手 那這個部分 我跟台大 叫做聊一下 我大概 這還會找資源 叫做blockchain的一些運用 那所以跟智慧的關係 基本上我覺得 今天到這邊先跟大家認識一下 因為過去我的角色也不是 不是一個 政府單位的角色 我希望第一個 既有的這些 既裡面的專案 怎麼樣跟 跟台中發生關係 就是把 已經有的先forge出來 然後我投一些 政府這邊的 資料 然後跟大家一起工作 包括 其實 像是法規相關的一些 一些查詢 像B台灣那個地方 然後讓市民 跟政府之間的這些 關係更透明 這個是一個 我覺得很清楚 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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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主的目標 那T&R這個專案 應該就是 把法律丟到 GIT裡面去 去做 做整個 法案發展的最終 那台中的確也需要這樣 大概半年前 台中市政府 訂了一個 比較像是 那種 好像是 3D進出的一些法案 然後就被柯鄉罵的臭頭 或者說 這個怎麼把 進入一個3D 市政府當然講 這是為了 保障這個 人民的安全 不要你颱風天的時候 還要跑去 要一些規定的程序 才能進到3D 這個 這另外一群人 罵的是一個 不好的一個反應 那怎麼樣讓這些 法案的 演進的一些過程 是比較好的溝通 那TLState之前 抓了很多主機處的資料 我每個月 我會從台中市的主機處 拿到一份 人口有多少 然後這個 這個 這個 救援率有多少 那個是有紙本的 那這個東西 應該 應該 想辦法把 把原來的那個 紙本資料 再做得更好一點 那CC Helper 是之前 有專隊那個 CC的大概四個授權 做的一個快速的 快速的那個 等於是判斷的一個工具 我想這個東西 結合早上陳吉他講的東西 我希望在台中做 那最後當然希望說 再下一步 怎麼借用大家的想法 借用大家的這個 這個 這個技術 把台中市做出更多的open data 還有更多的open API 那這個這部分我先講到這裡 現在也是Elia 的部分 趕快講 我是Elia 然後主要是從2015年開始 我過去 我過去18年都在關注 數位文化相關的題目 那 2015年開始我們協助台中市政府 開始導入數位文化 那 這張投影片處理的 會是我們 我們在過去一年多 碰到一些問題 我們認為 其實要從很根源的地方開始 跟 政府 對話 那 舉例來說 什麼是文化 我用那個兩個前部長 一個是法國的前文化部長 他說文化是藝術情感 跟思想所有形式的總和 那 那巴西的前 前 可愛的前 巴西的前文化部長是音樂家 那他自己認為他自己是個黑客 然後在2000年 他也是全世界第一個支持授權的一個文化部長 那帶動巴西的數位音樂的格型 那我們認為說在這當中文化是溝通 那這些不同的文化跟 目前的地方政府 或是台灣這邊文化部 想像的文化 其實中間有一些落差 那 像 像類似這樣子的一個音樂家的即興溝通 其實在一些文化的 操作者當中 是一個 是一個非常 者觀 非常 跨越語言 直接能夠從他們的工具 也許像成績設計師能夠 直接溝通 那個藝術家能夠直接用他們的 performance來互相溝通 那 這個紀錄片是 巴西文化部他們在 談 自由軟體跟食人組的關係 那這個非常允許 請大家有機會可以自己上面看 那 另外我舉個例子是 跨物種的 Internet溝通 那 海豚的研究專家 然後音樂的家 透過音樂來教大猩猩彈鋼琴 那這些 當 資訊跟科技已經可以幫助我們 跨越這麼多的 繁尼去溝通的時候 那我們今天怎麼樣讓 文化工作者跟文化之外的 社會的各個面向去做溝通 那是不是應該建立一個 溝通委中心的 新的文化的典範 然後我們 因此在跟台灣市政府 做了一些合作 所以像資料聯盟的一些 基本工作 包括法律授權 技術協定 交換平台 典範文化 然後社群組織 等等的 那如果說用鐵油大亨 來做一個批譽的話 就是 做火車廂 做火車頭 做火車站 然後今天 發現有很多人 必須要用新的方式 去創造自己 自己在意的一個 小小的空間 這可能 是一個一個 有特色的一個 車廂 那透過 具有動力的一個 自主動力的一個火車頭 能夠串接這些文化內容 能夠互相的對話 然後最後 國家或是政府 他們能夠架構一個 夠大的架構 讓這個 多火車頭 可以互相相容 甚至合作 那其中 誕生一些微調的文化系統 那我們今天的一個討論 其實在這對大陸戰的資料 其實具體落實這件事 需要邀請各位一起來 設計車廂 轉譯火車頭 打造火車站 謝謝 謝謝